给我们大家会介绍介绍娜娜呗 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 那一笑就两个小兔子 男儿女孩 男儿女孩 就是问他们家老几年 对 我们鬼女儿叫瑞安娜 她叫娜 因为中文名字叫王岐山 今年三岁半 小摩先生 顺的话就比较好带一些 如果跟她拧着来的话 就比较任性一点 所以说第一次过来 摸不着她的性格 很难搞定 你这是当爹说的话吗 摸不着她的性格 这个我信 保强的就是正常的 当爹突然带孩子出来的反应 很真实 很真实 然后就是那种完全就蒙圈了 好久没了一会儿吃早餐 好不好 你还不容易 我想你看有点疯了 你看那燕子 小燕子 小燕子 呦 谢谢 谢谢 謝謝 謝謝妹妹是吧 謝謝妹妹 她你喜不喜歡妹妹 喜歡 對呀 你好可愛呀 謝謝你哦 謝謝 我覺得她是個好妹妹 好吧 好妹妹 好妹妹 你們都要照顧她哦 好嗎 她說不好吃你也不吃了 因為你喜歡我對吧 好棒 這個了吧 這個了吧 我還回去 我會 我給夏天然後 然後夏天 給 給 給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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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好好 以為不叫好好是那 剛剛是從那個部隊下退伍 然後又來了 是啊 又入伍了 我的注意力其實沒在我自己身上 一直在孩子身上 感覺看她的背影什麼 是挺專注的 開始 後退散步走 一二三 對 一 一 你要什麼 黃粉山 黃粉山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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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她自己還跟那個魂舞點線還挺多的 第一集很勇雅 一集很厲害 很了不起 你可以繼續奸起嗎 好的 僅次於爸爸了 第二次的第一天 我就慢慢喝女兒就是花船什麼那種 挺好 而且女兒也越來越能體會父親不容易 越來越能理解了 然後現在也開始主動和小朋友說話了 有一種她自己的方式 然後她也開始主動和小朋友說 你猜我吃完白骨子會有一些白骨子 白骨子 白骨子 那我跟你們說我吃完白骨子會有白骨子 吃完什麼 白骨子 喔 白骨子 叫我猜猜猜 她穿的是樹子來吃 好痛 这是我第一次跟娜娜一起生日 然后说这是我的新朋友 他也是我的新朋友 他就是我们两个的新朋友 对不对 对 我这次过来就是单独想给女儿单独相处 将来以后女儿这样的 不能说爸爸没有陪他 爸爸没有 就说他自己当父亲的 你得负点责任 是吧 因为你不能全程与严厉他的成长当中 只有妈妈没有父亲 经过这三次的 还是能感觉到能看得到 就是就会说一个不合格的父亲 渐渐的要走入 快成为一个比较合格的 就是在孩子眼中的这样的 就是喜欢弄弄弄这样的一个父亲 中途才加入旅行的王宝强来说 最后一站旅行中 女儿娜娜的变化 让她直呼旅行太短 刚开始娜娜确实是刚开始来了 她自己的音 只有昨天在农场她跟我说的 现在我不害羞了 现在我跟他们都熟了 我特别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 其他的小朋友也愿意跟他在一起玩 哥哥们都是很照顾他 我说你也是得要有自己的朋友啊什么的 我说就是有东西的时候呢 你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说什么我女儿全都接受 全都听在心里了 所以说你就是教育孩子和孩子之间的 真的你要告诉她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不能采树叶 也不能扎树叶 也不能采我牛 为什么呀 也不能采花 因为他们会感觉很疼很疼 保强的耐心教导也让娜娜逐渐放开胆子 和小伙伴们有了更多的互动 对爸爸也不再只是撒娇 更多的时候就像是贴心小棉袄一样 妈妈你帮我慢一点 对 帮我慢一点 妈妈慢一点 妈妈慢一点 加油 加油 走 走 爸爸 我不要让你弯脚 爸爸不会弯脚 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次过来 让我自己心里感受还挺大的 最后他关心我的时候 他说爸爸你那个脚受伤了 我不想让你跑太快 你跑慢一点 我抱着的时候 他说我女儿就是让我跑慢一点 怕我受伤 后来往那边走的时候 山上走的时候 爸爸你没有穿 你穿上鞋 我怕你扎到脚 就关心我 我女儿 所以我觉得这一季 跟前几季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爸爸小心 哎呀 妈妈家到哪了 这个 爸爸你小心点 有时候我挺恨我自己来得有点晚 但是我也更恨这个节目 结束的有点太早 好嘞 起飞了 我很小时候在家 就是女儿经常管我 由于上床的时候 女儿就踹我包 踹下床 但是渐渐地 从过这个节目 他跟我说了一个 他说爸爸 我以后我不会惹你着急生气了 孩子就三岁之后突然间就是说了这个话 我当时我自己低着头 我低着头就泪奔 因为我之前过来参加这节目的时候 包括在家里还在那 其实我女儿一直是比较排斥我的 确实是平时配得太少 昨天晚上聊天 我说你为什么会怪爸爸 不喜欢爸爸 他就说因为平时老爷陪我多 他说女生就是陪我陪的太少 我都想你了你又不在呢 都看不到你 我说那爸爸以后的改正 你会改过 一定会要多时间陪你 特别不想说儿子和女儿之间的成长 我只喜欢妈妈 不喜欢爸爸 经过这个爸爸听到这个节目了 让我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依赖和信任感 和相互的就是懂对方 然后呢又会去关心对方